都是挑战 眉骨撞开了 手臂滑了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怕是你戴着手套 其实里边已经破了 谁都不想受伤 实现你梦想机会的同时 你要承担一些风险 不要老是怨天有人 变成一枚勋章也挺酷的 我跟他心里面都有一团火 静哥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不要太局限自己的能力 有时候能力也是要靠别人去挖掘的 我没有在模仿谁 我也没想成为谁 让大家看到我不断地成长 我还是想做我自己 对 新音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静 我是演员蒋住家 爪瓦岛那边有12个孩子 在普洛波口山出事了 到了事情咱们就去机场 你这是放下 算什么 路远 我可不是傭兵 我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狠 我除了在运动场上那个对自己挺狠的 训练的时候对自己挺狠的 但对别人我一点都不狠 刁钻难缠跟我自己应该离得比较远 但他的那种隐忍跟我挺像的 就是他很多东西不说出来 不明说 起码 这个跟我有点像 但是我现在正在学习要怎么表达的更好一点 表达爱多一点 怎么样去表达对别人的关怀啊 爱也好 也会说一些肉麻的话也好 我现在开始学习 连朋友我都说这种肉麻的话 在这个还在学习的阶段 但他跟我之前的性格是这方面有点像 我前两天跟朋友发微信 我说 我知道你对我的爱 这个感情我收下了 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回馈你的这种爱 然后那个朋友说到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没看出来 我说我正在学 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没有再去演绎一名军人 我觉得更多是 可能是有特殊才能的普通人 更随性 然后我有看到网友一些评论说 小霞这一次的表演有点匪气 因为我想跳脱出之前 以往大家认为我的军人的形象 因为作为演员你需要去尝试改变 不能说我今天演狼群妖怪 然后演成军人的那种样子 大家也会觉得不幸福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生命线 然后有自己的职业特点 那他的职业特点就是海外安保人员 他的生活习惯 生活圈子可能和我们的军人是 肯定是有不同的地方嘛 所以我是还是按照那种方向去走的 其实小霞跟我有点像的 小霞就是其实是外冷内热的 他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丰富 但他也不喜欢表达 也害羞 跟我有点像 但是好像跟我在一块 他就比较放得开 这个可能有某一种 大家一起连武术 现在都是作为演员 也拍动作去 可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也有搞笑的地方 就比较合得来 你可以说他是个女汉的 但也可以说他是个小姑娘 可能在荧幕上 让大家看到更多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女英雄 但他在我看来有很多很柔弱的地方 之前我跟他一起采访的时候 还是觉得一个很柔和的小妹妹 我觉得我跟他心里面都有一团火 想在动作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会去讨论这些 大部分时间还是 好像聊得还是跟这个有关的 说实话 我觉得靳哥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他外表看起来 好像不太喜欢表达 但他内心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他很知道关心我们 特别是每一次 祝福我就是不要受伤 要注意安全 从他身上学习的是自我保护 在拍戏的动作戏的安全上他很在意 这个是给我的一个提醒吧 第二个就是我跟他学习怎么驾驶 这个穿梭机 其实我们动作戏上交流不是特别多 因为大概都了解彼此的招式啊 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就彼此还是有默契的 更多的就是交流生活中的 还有是这个穿梭机 就他玩得很好 所以我也跟他请教更多的是这些 非常高兴志婷来参加这部电影 他也是让我看到了 他确实是喜欢的 他是复制于行动的 在他拍的时候 他没有退缩的时候 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挺高的 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 去做一个真正的动作演员 挺难得的就是一个不是从小练的人 你现在要去在电影里面去完成 那么高质量的一些动作 所以可能他付出的要更多 但他都很主动也没退缩 这个我是挺意外的 志婷是很拼的很拼的人 他对动作戏是非常痴迷的 而且这次的表现真的让我挺惊讶的 我觉得他的动作戏真的不次于动作演员的 因为他很钻 而且他很精益求精 他一个动作做不好 他就反复做 他受伤他也不管 然后人也非常好 也就是永远充满活力 在现场可能大家休息的时候 他在练服务程 他在练波比跳 因为我老去健身房嘛 然后就是身材好真的特别多 所以我看男生比如八块腹肌啊 甚至我有朋友十块腹肌 但是我能看到他的努力 确实很下功夫 而且他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很难 所以他每天都在训练 我觉得经验精神我是点赞的 你给我把地骨加紧啊 行动 我觉得每一场戏都有挑战 维亚戏这一次也挑战了 然后牺牲也蛮大的 就是自己的这个美股撞开了 因为我们在维亚上做了和以往的不同的尝试 希望一镜到底 所以在镜头上我们会比就至少我 我觉得会有更有要求了 我们这部戏其实用了挺多长镜头的 但是现场牌就是错一点重新全部来 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可能一个镜头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 还是蛮耗时的长镜头 但是长镜头却是很珍贵的 如果拍好了很难得 都是挑战 拍摄难度最大的可能是精神热博 我为什么说都是挑战 因为没场戏想把它拍好一点 就不想忽悠就破 包括抢战 精神热博难度大是因为我们天气比较寒冷 对体能的要求这些可能就要多一点 不能一直热身热一晚上 有时候还没有真的是热身热就得上 而且有时候凌晨4点你也热不了身 就用一些暖宝宝这样尽量保持那个肌肉不要那么僵硬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天气那么那么暖和的时候拍起来顺利 手上是有滑的 就幸运的是脸上没有被滑的 但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而且我也觉得是好事情 真实嘛 就是你脸上所有的那种躲闪都是都是本能的 就是你你如果再面对那种力气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完全是表演出来的 有的东西就是得本能等的 我觉得挺好的 拍打戏没有办法避免受伤 第二 我觉得就算那个角色老刁在那一刻受伤 他完全不会知道 我当时其实真的也不知道 手是因为冬天特别冷 你手背滑了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怕是你戴着手套 其实底边已经不够了 你取手套的时候你不会知道 我不能说真的去标榜这个东西 因为谁都不想受伤 但是这个是你接受了这份工作 这个职业带给你的 实现你梦想机会的同时 同时你要承担一些风险 这是应该的 要不你就放弃好了 对吗 你既然做你就要去面对它 我有的时候会比较乐观地看这件事情 那既然它发生了 你接受它 对 变成一枚勋章也挺酷的 不要老是怨天尤人 觉得好可怜 好痛 这没必要 然后没有少掉眼泪 对对对 我特别害怕受伤 你受伤耽误剧组的进度 你一受伤你自己影响动作质量 你的动作质量会打折扣 我觉得很闹心 人家信任你 来找你拍戏 你当然不希望让他们失望 因为也是耗费了精力 时间 成本 所有的一切 你要对大家负责任 你不能就想当然 想怎么样又怎么样 所以还是有个责任性要在里面 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那些 支持你的人 支持你的观众呢 这些也是一种动力 对我来讲是压力也是动力 它就不断地在推着我 往前走 即使是有迷茫或焦虑 或者甚至有过一丝丝 想要放弃的念头的时候 也是可能是因为这些 还在给我一段的注意 让我对未来还是不甘心 很有期待 对 拍狼群的时候 我在新疆有出过两支Vlog 都是自己拍自己剪 我不开工的时候 我就去新疆很漂亮的地方 大峡谷 舞阳岭 魔鬼城 我都去拍了 所以我觉得挺感谢狼群这个戏 然后又带我再一次去到新疆 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是 握过藏龙的时候挺早的 也丰富我对生活的体会 如果我没有相信我 估计我跟我拍戏 不开工的时候就在房间来 可能就少了这些东西 就记录生活嘛 跟那个什么 对亲不认的步伐 我拍过竹风对面 就是想到什么就拍着 我是11岁吧 大概 到了沈阳 东陵武校去练了几年武术 待了两年 学到差不多了那种感觉 觉得我想往更高级的地方去走 然后就去少林寺 后来就从少林寺就考大学 考到了北京体育大学 演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一次去做广告的提升 当然那个也没有做成因为一些原因 就是那个气息碰到了雄心心导演 黄飞红的鬼叫戏 特别厉害的一位动作演员 他看到了我的身手 因为当时他觉得这个女孩子胆子挺大 什么动作设计完我都敢做 但我没觉得什么 就是我的专业 我训练就是这些东西 当时就大家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大概四个半月以后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我有一部戏的明珠 动作戏你来演 然后当时我还就半信半疑 我说开玩笑吧 然后女主就是那时候还是学生嘛 就不敢想 半信半疑的反正就是跟他见了一面 又见了一面 然后把剧本发给我 哇 我觉得真的可以吗 然后就一切就是后来发生的样子 拍了我的人生第一部主演的动作片 《全无双》 首先京哥在我心里是很拼 然后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付出 而且他又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佩服京哥 他们如果这种评价 我首先是感谢的 我没有在模仿谁 然后我也没想成为谁 我就想把我自己本职的东西做好 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不断地成长 我还是想做我自己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呀 女生的生理期 女生的先天的这种 在生理上还是会有不同的 包括体能 耐力上 爆发力上 都是需要你后天去加强的 可能女生唯一的优势就是 柔韧度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障碍 就问题是你得花时间 花功夫 花心思 在上面去钻研 你才有可能 有新的东西出来 它不同的难 因为歌舞领域我没有尝试过 所以刚开始是提心吊胆的 音乐已经定了 那个拍摄的现场 机器的走位那些都是已经定了 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 这个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要去这样做 做完之后 其实我在想 不要太局限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有时候能力是可能 除了自己 也是要靠别人去挖掘的 以前拍《一代纵视》之前 没有人可以觉得 我可以演马三 但是当盲家卫导演 这样挖掘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原来我可以 那这次狼群 其实我以前也是 不太喜欢去做投 那狼群队长 也是蒋冲导演 觉得我适合 这个是很奇妙的 不是任何东西 都是自己想象能做到 他才能做到 特别大 特别大 特别难 就唱是一方面 跳是一方面 唱和跳加起来 它又是另一个东西 因为我肢体语言可以的 很丰富 或者是我接触很快 但是你加上唱 你每一个字 要按到动作上 不能错 就你要分好几个心 就是会 这个很难 我因为这个 还哭过好几次 感觉压力好大 我说拍动作戏 也没有这么哭过 跳个舞把自己弄哭了 那是完完全全的我 一个小哭包也好 或者是软萌啊什么这些 我觉得就我生活中 大部分都是这种 但是对都过来了 而且看到自己成长了 我觉得不需此行吧 动作我希望是 大家能够在动作的范围之地 能够大胆一些 很多东西都它不是传统意义上 我自己认为的那种风格 我都想去尝试 我刚刚拍完了歌舞电影 它也启发了我的一个新奇的想法 就是歌舞电影加动作 我希望真的是有机会能够实现 这个歌舞加动作电影的这个类型 好像没有人试过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看出品人 投资人导演给不给机会 能不能看到我一些 可能观众还没有发现的点 或者说我自己还没有发现的点 我觉得人的潜流是无限的 我现在为什么会拍一些片 大家会觉得也比较相同 是因为有的比如说制作幕后的 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 去帮你去挖掘你自身 这个时间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只能是你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 不断地去调整 去改变 去吸收 去让你自己再丰富起来 让其他的看到戏的 你的戏的创作的人 可以看到你的可能性 可能给你多一点机会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 刚刚完成了一部戏 一部电影 是聚焦女性题材的 可能现在是刚杀青嘛 很多细节可能到上映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部戏 也算是我真正的动作代表作之一了 而且是我以前都没有用过的 很多的道具 武器都不太一样 对 也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不是演军人了这一次 对 所以还是蛮期待的 说实话是真小的 特别是有小孩子的时候 他的变化非常大 我那个时候孩子就还不到一岁 所以那三个月的话 变化非常大 我就是错过了 他从不会走路到走路那个过程 但是没办法 职业就是这样 第一个行为是吓他们 吓孩子 对 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那就想整他们 我太太也跟我一样 有一样的爱好 就是整孩子 整自己的孩子 看出来是亲爹亲妈 这个小时候再不整 什么时候整 我概念当中的家庭 就多一些相聚吧 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相聚 因为之前其实是每一年 都有两次带家人出去旅行 因为现在疫情不方便的时候 就尽量找时间在一起 不一定要到处走 只要在一起 我已经提前寄了月饼给他们 然后也写了一些话给他们 我觉得我理想中的亲情 就是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但某种意义上是说 是要为了别人而活 你要注意你的健康 你要注意你不要走歪路 你不要做坏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 我们应该去做我们自己 希望彼此都更好 给彼此的能量 以前可能做运动员 然后一直就是 抹着劲想要拍戏 想要训练 就是每一天就是那种 感觉我生活好单一 然后说实话没有生活 包括跟家人的交流 父母的情感的交流 跟身边的朋友的交集 去感受生活的 就点点滴滴的这种 经历太少了 这种感受越来越少 所以就希望 不要再老像以前那样 让记忆太紧绷了 我们虽然都是独立的个体 就是 但是我觉得 心情在一起 它就是一种能量 能让你会变得更好 更 你的内心会变得更柔软 然后会更爱生活 中秋打三 你能读过 可能跟组里的 小队的成员们一起过 因为我们在跑路演 对对对 但是也很特别 可能路演完之后看看 如果工作不是排那么慢 我可能就回老家陪陪伴妈 四海为家 我看到过了 在他眼里就是这样 挺好的 所以你认识这样的提供 想帅人 傻的 不敢不认 不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